这里有一个借电值球,它的电容率是ipsa 它里头分布有自由电荷密度 这个自由电荷密度是位置的函数,外面是真空 现在告诉我们row,我们就写row好了,就表示它是一个free chart 它等于kr,k是一个参数长度,r就是距离球星之间的距离 现在我们要求球星的电位,要求这个借电值球表面的极化电荷密度 以及它的体积极化电荷密度 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比如说你要求电位,电位要怎么做? 你要知道电场,对不对? 要知道电场 但是现在这里头是借电值,所以不能由电场来求 求不到电场,就是说你用高斯定律也不能求电场 因为它就是对称的,应该用高斯定律 但是因为借电值,所以不能够用高斯定律 我们只能够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求电位移 电位移求出来以后,再求电场 电场求出来才能够求电位 因此我们第一步就是要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 你要用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高斯面 有一个高斯面,那么这个高斯面呢 我们就是选在半径为R的一个同心轮,我们的高斯面 高斯面,为高斯面 然后呢,我们就要判断,你取这个高斯面干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取呢? 就是要从它的对称的关系 我们由电和对称的关系 对称分,它是球状对称 就是在球状对称的局上 的电位移 不是电位移 D,D是等于长数 那么方向呢 是圆半径的方向 好,这个取出来了 我们还有取 D A 跟 D 平行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高斯帶入第一式 把這些帶入第一式 左端 D A 跟 D 平行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D A 然後 D 又是常數,可以提出來 所以它就變成 D 乘上 4 拍 2 平方 4 拍 2 平方,聽嗎?這個是左邊 左邊 我們現在看看 當我們取的這個 我們現在要取這個 面 比如說這個 我們算是 看我是取什麼 我這也是取R 對不對? 那麼 看看 這是任意的R 我們就不要這麼 因為我上面用另外的符號 我們說R 大於A的時候 大於A的區域 就是在求外面 在求外面的話 那這個 它就等於 如果是在外面的話 在外面的話 這個R要小於 D乘上 4 拍 A 平方 我們就這麼 4 拍 A 平方 乘 D 因為 你大於A就沒有 大於A的話 這個地方沒有自由電荷 所以它的整個的 不是 不是 這還是R平方 OK 這還是R 那麼它要等於 Q F 我們這麼寫 Q F 要等於 Rode F 乘上 D 套 D套 那現在 這個套要怎麼取呢? 我們就取 D 4 拍 R 平方 乘上 D 乘上D 於是 我們就可以寫這樣 Q F 要等於 這個是K R 乘上 4 拍 R 平方 D R 不過現在這個R 要從0G到A 你超過A就沒有自由電荷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它是等於 4P 我們記這個 我們可以把4P K 提出來 你說R三方的 基本是 4分之 R三次方 4分之2 4次方 然後從0到A 從0到A 從0到A幾分 那麼 這個 我們記出來 4跟4原點 它就變成 5Pi K A 這是A A的四次方 那麼兩邊相等 那就 4Pi R平方 4Pi R平方 4Pi D D 要等於這個 Pi K A 四次方 所以我們就得D D 是等於 4分之 K 4分之K 4S 三次 4R R 是R平方 K A 四次方 R UniVector 我們 再把這個寫 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是R 大於等於 A的位置 如果 它是在R 小於 A 的區域呢 小於這個區域 那 左邊還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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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QF 這個還是一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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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要等於 還是一樣 4Pi R平方 D 但是 現在的 QF 它呢 基本 就 範圍就是 從0到R 身上 4Pi R平方 從0到R 這個 這個 就是 Pi K R 4次方 那我們 左邊 等於 右邊 4Pi R平方 D 等於 Pi K R 四次方 我們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寫出來 D 就等於 四分之 K R 平方 R 小於等於 A 好 我們 區域的 各區域的D求出來了 我們就是由這個來求 電長 D 要等於 Epsilon 乘三 E 所以 電長呢 大於等於A的時候 大於等於A的時候 它的 Epsilon 是等於 Epsilon 所以 它就等於 K A 四次方 四倍的 Ipsilon Over R Square 好 這個是 R 大於等於A 如果是 小於等於A呢 它就是 Y Y 那麼 這裡就等於 K 平方 四倍的 Y Over Universal R R 小於等於A 你可以check一下 當R 等於A的時候 這兩個 只要一樣 好 那麼 我們 電廠求出來了 現在就可以求電位 因為 因為 電荷 分佈於 有限的區域 所以 用這個式子 來求 可以用這個式子來求 電位 它是由0 到 無限大 0到無限大 從球心到無限軟的地方 有兩個區域 一個是球內 是界電值區 所以 它不一樣 這個地方 的電場 呢 我們要用這個 K R 平方 四倍的 Y0 乘上 DL 好 那麼 已經變成 DR了 這是 R U NV R NV DL 就變成DR 好 再加上 從 A 一直到 無限遠 就是 用球外的電場 球外的電場 就是等於 4倍的 Epsilon 0 R 平方 K A 四次方 DL 我們把這兩個 積分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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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12個 Epsilon 分之 K 乘上 A三次方 再加上 12個 Epsilon 0 3K 乘上 A三次方 好 這兩個 把它加起來 我們就得到 電位 12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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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分以後 它就變成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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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三次方 這裡是 Epsilon Zero 加上 3倍的 Epsilon 這個 這個就是 球星的 電位 我們知道 球星的 電位 現在要求 表面電荷密度 跟 體積電荷密度 我們就看看 表面電荷密度 有什麼關係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其實它是跟電廠有關係 其實它是跟電廠有關係 我們現在看 表面計畫電荷密度 Sigma B 它是等於 polarization 這個關係不能不記得 它是跟電廠有關係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 跟電廠有什麼關係 polarization 它是等於 Epsilon Zero Kai E 乘上E 對不對 然後 KaiE又是什麼東西呢 KaiE是等於 KaiE是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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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看不懂 那这个变成ε0 εR 减1的1 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乘进去 乘进去就变成ε 减掉ε0 ε 在表面上 n是等于r universal n等于r universal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乘进去算出来 σb 要等于ε0 1 1是r的方向 因为电场 我们刚刚求出来 在外面的电场 外面的电场 r的方向 r的方向 我们现在是求 这个 里头 现在是里头 这个要用到 这个里头的r 我们刚确把电场 把它写进去 这个要用里头的 kA kA 平方 如果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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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r等于a r等于a的话,我们这个就约到一个a平方 所以它就变成y-0 4倍的 我们不能用这个大于小于 不能用大于小于 等于它就要连续啊 因为它现在是两个不同的介质 两个不同的介质 两个不同的介质在交界的地方 电场要有什么关系啊 电场切线分量相连续 法线分量呢?要看情况 如果没有自由电荷密度的话 它就是相连续啊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 等于 刚刚一下子没有考虑清楚 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啊 什么? 2等于a的时候 2等于a的时候啊 这个是它的 这个时候是什么? d1n等于d2n d1n是什么? d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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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于 y0 外面 所以 你这个乘上 y0 这是大语 大语乘上 y0 这个乘上y0 就相等了 等不到,相不相 有没有相等 你这个乘上y0 这个乘上y0 不就相等了吗 怎么不相等 r等于a r等于a 等不到 相不相等 相等 你要用这个关系 那相等怎么办 你想想看 它有什么样的延续条件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你说哪一个表面 表面结化电汎密度 这要小于 电场要用小于a r在这里 表面结化电汎密度 是由哪里产生的 里头的这个电场 对不对 你跟外面电场有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问题 电场怎么样 电场怎么样 我是带成外面的 写错了 应该是里头的 写错头的 小于a的 k r over 4倍的 4倍的 y 然后这个是 r已经 k a 平方 现在这个就变成 4倍的 y a平方 ok 这个是sigma b 现在要求体积 体积的 激化电汎密度怎么办 它有什么关系 rho b 有什么关系 等于什么 rho b divergent p p 是等于这个东西 p是等于这个 我们还是把p把它写出来 这好一点 我们把p 先算好了 体积定了密度 就是这个p 在这里就把它算出来算了 里头的 里头的就是 4个 y k r平方 kr平方 这个是r的方向 好 那现在这个divergent divergent是等于什么 r平方分之1 partial over partial r r平方 乘上 polarization of r component 就是这个 它只有r component 好 那r平方乘上这个 变成r四次方 对不对 它就变成 负的 r平方分之1 partial over partial r 你这个 不要动太快 漏掉你就 上高了 好 r平方乘上 polarization 那就变成 y0 y y- y0 k r的四次方 over 4的 y 好 我们把这个 微分一下 好 这个一微分就变成什么 变成 负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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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